组长中国交通部一年后 李小鹏在迎新职务 北京时间11月23日 中国交通运输部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会议 研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研究体系 规划体系及分工方案 交通部部长李小鹏担任该领导小组组长 主持会议并发言 据悉 这是李小鹏首次以交通运输部 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 召开相关会议 对于这个小组 或与19大报告有关 在报告中 交通强国与科技强国 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并列出现 资料显示 1959年出生的李小鹏 2008年气商从政任山西省副省长 2013年升为山西省省长 他在山西从政8年期间 经历了袁纯青 王如林 骆惠宁三任省委书记 2016年9月3日 李小鹏从山西省省长的位置 转到大部门市改革后的交通运输部 担任该部部长之职 早前 有分析指出 从地方二把手平调为中央部门 李小鹏的试图轨迹 明显走的就是 地方部委省委书记副总理 国务委员的路径 虽然年龄有明显优势 但现在还不好确定 总之 李小鹏身上有很多标签 比如电力官员 明星官员 商而优则是典型等 据悉 他是中共十七大 十八大 十九大代表 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九大期间 当选为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试图被看好 此次会议上 李小鹏指出 建设交通强国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要充分认识到 建设交通强国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支撑 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是增强发展后进的必有之路 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点领域 另外 十九大闭幕后 李小鹏也多次在交通运输系统宣讲十九大精神 11月9日 李小鹏主持召开交通运输部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精神 11月13日至14日 李小鹏到大连海市大学 为九百余名海大师生和部在联单位宣讲十九大精神